原神哪位女神角色你最想拥有 第七名 神里灵华 到期设奉行神里家的大小姐 融资端利品行高洁 平日主里家族内外事宜 也常出现在社交场合 被雅称为白鹿公主 这样一位极美貌和智慧 与一身的神里大小姐 谁又能不爱呢 第六名 珊瑚攻心海 海七岛的最高领袖 被人叫做移动的积天神像 在迅迷版本草体戏中迅速崛起 心海在旅行者们的队伍中 也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名 可莉 西风骑士团火花骑士 永远伴随着闪光与爆炸出现 天真善良了可莉 左爱摆动着危险的炸弹 也正是这样 她成为了青团长 禁闭势力的常客 第四名 胡桃 她是黎月往生堂第七十七代堂主 掌控着黎月造仪事物的重要人物 胡桃尽心毅力地维护着世间阴阳平衡之道 除此之外 她是一个神奇的打雷诗人 诸多杰作被黎月人口口相传 第三名 雷电将军 她是初代雷神巴尔的妹妹 也是现稻妻幕府的最高主宰 相比于那些充满遗憾和悲痛过去 由衷的希望 影能带着新的永恒 大补迈向未来 第二名 尼鲁 古败尔剧场的明星演员 但她绝非高傲青龙之人 即便是聪聪的旅者 也会对她纯洁智朴的笑容 光目不忘 再加上最近尼鲁正式复刻的时候 不知道小伙伴们抽到了没有 第一名 所罗门七十二部中的第十位 被迅民人给予小吉祥草堂的爱唱 排名不分先后 自己喜欢的还是最好的 最后再问一句 小伙伴们都没歪吧 下期见 拜拜